梁敬寬率先发球 运动员了 所以在技术特点上呢 其实也是各有风格 梁敬寬呢 马龙呢 常常的也是能够打出这种 给年轻运动员教科书一般的比赛 漂亮 漂亮 自主动在相持当中 突然变马龙的正手 这是一个幸运球 快逼底线 去改进的地方 就是加强反手的这种杀伤力 漂亮 反击旋转 高抛 马龙胆 正手短 打一个发球抢攻 这个球是 能够去提前到位 连续的给中路 直接捅长 交给了马龙 还是高抛球 漂亮 梁敬寬也是不跟马龙 还是发高抛 这球呢 漂亮 是在他的整个技术体系当中 使用率比较高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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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呢 这球被马龙 现在的身体条件啊 这种身体的恢复程度比较好 就是马龙 摆到正手小三 反击旋转 哇 漂亮 哎呀 最后反击 在马龙发力前冲的时候 去强强对抗 一个中路 这几个球 习惯性的斜线 直接让马龙看了一个回头 这样呢 造成梁敬寬的下一半 比赛当中 对于对手线路的预判比较好 来 来 来 差了 直接开长球 反手 出来 哦 好球 拉半出台 这是一个擦鞭 这个一分钟的时间 教练啊 队友七嘴八舌 去激烈的讨论是完全不一样 直接开场球 漂亮 哎呦 这个球其实 又是直接开场 长短结合 白短之后又是抢上手 中局阶段 前三板的争抢当中 梁静坤还是有点落于下风 准备马龙 接发球快后两分 哎呦 好球 哎呦 这个没 打一个发球抢攻 这辆 10比8 马龙发球 还是挖正手短 哎呦 好球 全手对住之后 我们看这一板侧身 给到了中 不断地在深呼吸 这样十一比九 还是开场球 马龙全台正手 冲向南进 侧切 回挫过来 这球再拉一个下降点 漂亮 这球虽然错过了最好的击球时机 但是 打回头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这个球马龙第一板呢 是护了一个回头 梁静坤也是有点没想到 这球用自己的身体 他整球短黄之对手 我拼刺刀 自己所有的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 对 反手相持 马龙转正手 也是意志力的比拼 看谁能够顶到最后 是开场球 连续正手进攻 这阶段他能决定 梁静坤是否能并住比分 直接开场球 他这时候短调打 又是被看回头 进行反手相持 反手连续的相持 梁静坤发力 穿直线 哇 对球发的比较长 把高抛 扳出台 反手相持 梁静坤 还是把高抛球 扳出台 马龙直接抢 还是直接开场球 球 9比8 正式短 梁静坤还是 入发 两球 回摆之后 马龙 还是开场球到中路 马龙正手连续进攻 梁静坤在防守 看看能不能打防守反击 这又给到梁静坤这边 回摆 这样三比一 马龙 现在在比赛